名誉强如美好的高游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往遭桑的家去 强如往艳乐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国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忧愁强如喜笑 因为面带愁 终必使心喜乐 智慧人的心在糟桑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听智慧人的责备 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愚昧人的笑声 好像锅下烧荆棘的暴声 这也是虚空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望 贿赢能败坏人的贿心 事情的终局 强如事情的起头 存心忍耐的 胜过居心骄傲的 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 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不要说 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 是什么缘故呢 你这样问 不是出于智慧 智慧和产业并好 而且见天日的人 得智慧更为有益 因为智慧互避人 好像银钱互避人一样 唯独智慧 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这就是知识的益处 你要查看神的作为 因神使为蛆的 谁能变为职呢 欲亨通的日子 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 你当思想 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 为的是叫人 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有一人行义 凡智灭亡 有恶人行恶 道享长寿 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 所见过的 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过于自诚智慧 何必自诩败亡呢 不要行恶过分 也不要为人愚昧 何必不到妻而死呢 你持守这个为美 那个也不要松手 因为敬畏神的人 必从这两样出来 智慧使有智慧的人 比城中十个官长 更有能力 时常行善 而不犯罪的一人 世上实在没有 人所说的一切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恐怕听见你的仆人 咒诅你 因为你心里知道 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 我曾用智慧 最为狂妄 我得知 有等妇人 彼此还苦 她的心是网罗 手是锁链 凡蒙 神喜悦的人 必能躲避她 有罪的人 却被她缠住了 传道者说 看啊 一千男子中 我找到一个正直人 但众女子中 没有找到一个 我将这事一一比较 要寻求其理 我心仍要寻找 却未曾找到 我所找到的 只有一件 就是神造人 原是正直 但他们寻出许多巧技 优优独播剧场上